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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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留學生的生活總是特別多彩多姿 晚上在夜店喝酒狂歡 白天就在海灘上吃著波士頓龍蝦大餐 享受微風與溫暖的陽光 啊怎麼可能啊 我這一年連床都沒有 就只有一張可憐的床墊 每天趕住也趕得要命 只要省吃節藥才過得下去好嗎 欸哈囉大家好我是床編 今天這一集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美國加州留學的省錢吃房料理 出國留學之後任何的花費都要精打細算 因為很多東西都比台灣貴了好幾輪 就例如學校的學費好了 雖然我有公費補助不用自己花錢 但錯過了一節課 就等於是浪費了好幾千塊台幣 你完全不會像在台灣一樣說翹課就翹課 甚至留學期間最好不要給我生病蛀牙 搞不好醫藥費都比你飛回台灣一趟治療還貴啊 若要省錢 吃就是最好省錢的部分了 如果要外食 最好就是去不用小費的素食店 或買外帶餐盒回家 雖然美國的餐費都是台灣的兩三倍 但東西就是什麼都特別大 可樂比別人大悲 蔬菜比別人大顆 就連這個也比別人還要大 我是說蜻蜓寶 洋人的東西 如果想要精打細算 最好就是去翻翻塞在油桶裡 那些廣告傳單上的折價券 然後買這種買一送一的居無霸漢堡 或是很不中式的中式快餐盒 一餐的份量就可以抵個兩三餐 超級划算 但如果真要省更多錢 就一定得自己煮了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第一次採買的小故事 在上一集裡 我提到了我搬進新房子的事情 當天我趁新室友都還沒住進來之前 獨自騎著腳踏車 到了約5分鐘路程的超市 要能快速了解一個國家的飲食文化 逛超市最快了 在這裡你能找到各種開封即食的食品 填死人不償命的甜點 還有各種又大又便宜的農產品喔 看到東西都這麼划算 我立刻抓起了架上一加輪的牛奶 和一加輪的柳橙汁 東挑西挑 就塞滿了整整兩大袋的食物 我把他們掛在腳踏車的扶手兩旁 搖搖晃晃的往回去的路上騎 沒想到才剛出發 就遇到了一個顛破 直接摔了個狗吃石 沒想到世界上竟然有比台北市的路 還不平的地方啊 回神過來 發現食物散落一地 雞蛋也碎了一大半 我趕緊把剩餘的殘骸給撿了起來 卻發現手上怎麼濕濕的 原來是柳橙汁的瓶子破了 我急忙轉了轉蓋子 想確認是不是沒蓋緊 沒想到柳橙汁 再像水龍頭般 從裂縫中急洩而下 我趕緊再把蓋子轉緊 帶著著用手毫無意義地 接著滴下來的柳橙汁 我看了腳踏車一眼 輪胎已經歪了一邊 這下沒辦法騎了 如果用走的回去 還要快10分鐘才能到啊 我向四周探尋著 是否有路人可以協助 但路上卻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這下慘了我 突然間我頭腦閃過一個想法 喝吧 既然都會漏完 就全部把它喝光吧 我開始用盡我最大的力氣 狂灌柳橙汁 不行我喝不完 列加倫的柳橙汁實在是太多了 看著手上不斷側露的柳橙汁 我心想到底為什麼要這樣搞自己 沒辦法了 我只好決定牽起腳踏車 狂奔回去 柳橙汁沿路嘩嘩嘩作響 四處噴溅 就好像倒死了 生命中最後的熱情 燦爛奔放 啊啊看到了 我終於到家了 這時 一家輪的柳橙汁 已流到一半不到 我趕緊換了個玻璃瓶裝起來 把殘餘還完好的食物放進冰箱 直奔浴室 把一身絲年的衣服給換了 後來有了我上海室友的敞篷車 大家都一起出門採買 才再也沒有發生同樣的悲劇 繼續說到料理的部分 幾乎所有留學生會做的第一道菜 就是義大利麵 只要一罐番茄醬、洋蔥、絞肉 再組個一大鍋麵 就是個完整的一餐啦 但是留學的日子久了 總是會覺得家鄉味還是最對味 常常都是邊看著阿基斯邊照著做 花籽肉、麻婆豆腐、魚香茄子 都是常見的定番料理 等一等 有沒有發現這些菜都有個共通點 沒錯 就是全部都是用絞肉做的 絞肉真的是最好處理又容易配飯 不知道青菜要跟什麼吵 加絞肉就對了 覺得荷包蛋很普通 加絞肉就對了啦 那如果是想吃要花長時間蹲煮的料理呢 這個時候就要發揮點創意了 有一次我就是很想吃紅燒牛肉麵 但又不想花時間煮 就想起附近的韓國餐廳 我吃到一道叫做雪濃湯的料理 它是長時間以牛骨熬製 只有用蔥和鹽調味的乳白色湯品 嗯?這不就是現成的牛肉高湯了嗎? 我立刻買了一碗回家 加上醬油、豆瓣、米酒等材料 哇!完完全就是紅燒牛肉麵的味道啊! 隨著廚藝慢慢的進步 我也開始挑戰更進階的家常菜 像是土燒鯛魚、三杯雞、避風糖炒蝦 慢慢做出心得來了 當然也是有很多直接變廚藝的失敗品啊 這些家鄉料理 我都會煮個一大鍋和室友們一起分享 但有時候我吃過維尼亞的室友的反應 總是讓我哭笑不得 像是他就不能接受湯會是甜的 或是吃咖哩的時候 竟然是把料給吃掉 醬汁竟然給我通通倒掉 還有控肉只吃瘦肉的部分 留下一堆皮給我 控肉不就是要瘦肉和QQ的肥肉一起吃才好吃嗎? QQ 而且有時候想要跟他介紹食物 卻發現我連他們的英文名稱是什麼也不知道 What's this? It's... 你不相信嗎? 那現在準備好你的暫停鍵 讓我來考考你這些常見的亞洲食物 英文都怎麼說吧 準備好了嗎? 預備 開始! 你又講出幾個呢? 我看也是一個也說不出來吧 不過我還是很享受煮給他們吃的成就感 有的時候他們還會特別買材料回來 指定要我煮哪道菜給他們吃呢? 這讓我對於我的廚藝又更加充滿了信心 實習的時候 我看著美國的同事們 中午都在吃著些什麼令人搖頭的東西 然後再看看自己每天都更換各種菜色的便當 我突然感覺自己有種廚神的錯覺啊 這有一大部分要感謝我住的地方 有個寬敞又漂亮的廚房 讓我每天下課都迫不及待的回家煮飯 在學期末 我還為了紀念這個廚房拍了一部停格動畫 就是想把在這裡的種種做菜回憶 永遠的藏在作品裡頭 我相信等我未來廚藝更進步的那一天 回頭來看一定會更有紀念意義的 其實回到台灣之後我就沒有再煮過飯了 呵呵 你也有什麼私房拿手菜嗎? 在底下留言分享給我 欸 床邊 這個貓是什麼貓啊? 喔 這個CAT就是Creators at Taiwan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 除了可以搶先14天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之外 每個月還有精彩的單點大片喔 現在就下載Hami Video App 進入CAT網紅館看看吧 有比較的部份 詞 mist選擇 已說達的 最期間的 sneeze